Legs of the Week 第17集 Hello 我是阿明 今天是Legs of the Week 第17集 今天我想說一些關於Steve A. Vaughan style的Legs 今天我會說三句 因為最近街上非常危險 很多病毒 我一次過說三句 讓大家有多時間在家裡練習一下 這三句Legs 如果有聽開Steve A. Vaughan的朋友 又或者喜歡Steve A. Vaughan的朋友 都一定要認識 因為這三句實在太尊嚴了 還有Steve A. Vaughan 很喜歡他的Solo的Approach 主要是用很多Miner Pentatonic 所以這三句Legs 都是圍繞著Miner Pentatonic的Pattern去做 譬如我今天彈B Key 譬如這三句Legs 可以用於B7 Chord 即B Key的12個Bar Blues 1 Chord 就可以用到這三句Legs 事不宜遲 來第一句Legs 首先我彈給大家聽聽 第一句Legs 譬如剛剛這句Legs是有Double Stop的元素 可以在哪裏聽到呢 譬如大家可以聽聽 Steve A. Vaughan的Man with a Little Lamb 他一開始Solo 前一兩句Legs已經用了這句Legs 但他是彈E Flat Key 大家可以去找來聽聽 我講一下這句Legs是怎樣彈的 首先我將這句Legs分成兩部份 首先第一部份 我彈一些Single Note 它的Scale是B Key的Blue Scale B Key的Blue Scale 即是這個 B Key 譬如低音的部份 其實很簡單 低音的部份 只是彈這幾粒 再來一次 即是由Root開始 只是跟Scale跑 然後它在高音位置 夾著B音 即是譬如我們彈的時候 要用Hybrid Picking去彈 即是這樣 我示範一下 好 這句一定有聽過 C飛方整天都用 即是可能在一些 他開始Solo的時候 即是在Solo的Beginning的時候 他整天都會用這句去做一個開頭 Anyway 好 這裡是第一句 第二句 首先我彈一次 先 先彈一次慢的 OK 唯一要留意的一個位置 也是它這句 最標準的位置 這裡 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會做一些普通的 就是一些Petatonic的 類似一些Rock Licks 即是這些 跟著最後這個音是9 我們來一次 跟著 Root 它會Ham On Pull Off 去那個Flat 9 例如我們 用一些Theory 去Analyze它的時候 這句是完全不合邏輯 不合理 但是 沒有問題 它經常都是這樣彈 即是 久了 只不然變成一個 好像很Signature的東西 OK 我很慢 整句彈一次 OK 來吧 來一次 還有 它很喜歡做一些 這些 我不會說 這些 這些 Signature的東西 其實 只不過是 但是它會用一些Signature 去包裝它 其實結構 不是很難 但是 我覺得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一些Touching 例如第一顆Bending 它不是就這樣 即是有些 怎樣說 即是有些Attack 它會一下刮下去 例如Bending Version One 還有 還有 是兩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去Focus的位置 我覺得 主要是 集中在 它怎樣去彈 即是 我覺得兩者的聲音 是差很遠的 而 要花一點時間 可能 你不懂這個技術的時候 即是 練習到這個聲音 OK 而它另外一個習慣 它經常會 即是它 主要是用Strad 它很喜歡 在那個 neck pick up 和那個 中間這些位置彈 彈出來的聲音 也會 肥一點 大粒一點 好 好 去到 最後一句Legs 其實最後一句Legs 我先彈一次 最初那幾下Bending 我想它都是 在Albert King身上學回來 而其實這句Legs 在我之前 講Blues結他 有一集是關於 三個King的時候 我也有去 討論過這句Legs 但是 Steve Avon 也會經常用這句Legs OK 首先一樣 我先很慢 很慢彈一次 Bm Pattern 5 它的位置在這裏 由這個High E開始 OK 我再做一次 極度Albert King 極度Steve Avon 這個聲音 我告訴大家 如何彈 首先由 High E開始 Band 1度 由E flat 半度 由D 四分一度 這個位置要 留意一點 好少少 還有在我剛剛的Bending裡面 全部都只是Band Up 沒有下來 不是這樣 完全不對 是 跟著Pull Off 整句 做一次 還有要留意一下Vibrado 即是每一次出這句 時 Mostly 都是去到一些很Aggressive 的位置 它那些Vibrado 會很死勁抽 OK 還有一樣 例如可以 好像剛才第二句 Lex的時候 加上那些 就是那些很Aggressive 那些刮的聲音 還有另外一件事 它有時候 它彈這句 它不用Pick彈 它會用手指去Pull 就是去Pull 那些弦 那出來的感覺 就更Aggressive 一點 還有它經常會 用這幾個Bending 去做一些Phrase 例如 例如 這句 這句要留意一下 Bending 那些Pitch 留意一下Vibrado 然後它經常去到 Ending的時候 它會做一些 好像Sweep Picking 的東西 例如 整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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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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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說三句Lex 就是這樣 我想 在Note Choice 音方面 什麼音方面,我覺得就不太難 因為他主要是在走Petatonic 但是我覺得要很留意 就是他的Vibrato、Bending 就是他很Agressive的聲音 因為Steve A Fon很大力的 我覺得要留意的反而是這些 OK,希望幫到大家 有什麼問題再討論一下 OK,那講到這裡,拜拜 Bending